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百千万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三百三十一页倒数第一行 现在讲到定跟会 这里主要是讲到定 那这里的定 那前面五圣共法也有定 三圣共法也有定 那我们先来看 到大数第一行 讲到这里 他说大圣的修学者 前面讲到子官有一些不同 那大圣的修学者 必须肯定定与会的特讯 那否则就会以禅为会 那这个禅其实就是禅定 那中国讲的禅 那有时候比如说禅宗的禅 那就不一定是定 那这里的禅其实就是禅定 比如说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所以这里的禅不是禅宗的禅 是禅定的禅 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禅 以禅就是以定为会 那因为一般 比如说三圣共法或五圣共法里面 有所谓的禅跟定 那禅跟定有时候 有时候会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讲四禅八定 四禅既是禅也是定 那四无色定 它不是禅 它只是定 所以叫做四禅八定 所以禅跟定的定义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就习惯我们讲禅定禅定 所以你说色界的四禅 跟无色界的四定 那禅它也是定 所以那无色界定 所以叫四禅八定 其实是这样 所以禅跟定有点不太一样 那禅基本上比较是思维禁律 所以它还有所谓的思维 就是它定的话 如果事无色定的话 它基本上它就只能叫做定 不叫做禅 所以它那个概念有点不太一样 那这里讲的禅其实就是 出禅 入禅 三禅 四禅这样 所以它后面就讲 以禅为虎 以修的四禅为正四国 那么这个在经典里面也有 就是有一些外道 它会以为正的四禅就是涅槃 那包括一般外道讲的就是 它宪法的满足 叫做宪法涅槃 所以有五种宪法涅槃 那五种宪法涅槃基本上就是 就是外道的这种五宪法涅槃 这个就是以禅 以禅为汇 为涅槃 以为正的四禅就以为正的四种涅槃 那么也有正事无色定以为正四种涅槃的 除了外道 外道比如说它吃饱了 好像是它满足了 它就叫涅槃 宪法 然后还有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那五宪法涅槃里面 其中有四个是四禅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种禅店 那么就会 就是它有了那些殊胜的感受 那它就以为得涅槃 所以那第一种是 它受到我于现在 它外道是说 我现在我感受到安乐 明德涅槃 我于现在受得 就是若于现在我受安乐 明德涅槃 第一个 那这个是恶道 第一个是我于现在 那第一个是我于现在 受得安乐 明德涅槃 就是那感受到安乐 那四禅都是有那一种喜乐境界 比较有的 受得安乐 明德涅槃 这个是外道的涅槃 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就是 它肚子饿 然后它吃饱了 好舒服了 摸摸肚子就涅槃 就这样 那么这个是原来印度 他们涅槃就是苦的喜念 这个我们有讲过 它就是苦的喜念 那佛陀把这个 佛陀把这个涅槃 更深意去说 就是一切苦的究竟喜念 那苦有很多种 比如说它肚子饿是苦 现在肚子饿的这种苦消除 它就把这一种苦的消除 叫做涅槃 那佛陀把这个涅槃的含义加深 其实佛陀讲的一些 它基本上就是运动原有的 一些概念 然后再扩大解释 或是加深解释 那所以这个变成 一切苦的究竟喜念 叫做涅槃 那包括世财 包括这种宪法涅槃 就五种宪法涅槃 所以导师讲的这个 以为修的世财就正是苦 那么得定德 而以为德会成佛 那么定是共事间的 定是共事间的 那么这个在五生共法里面 就讲到 因为定 它就升天而已 那还没有解脱 还没有解脱 解脱三生共法是确定会没有错 但是定基本上是五生共法里面的 这个我们在前面五生共法里面也可以看得到 那在哪里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定在137月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就讲到五生共法里面的定 因为定基本上是修色无色皆天 定基本上是升色无色皆天 如果你没有会的话 如果你没有会 它基本上就是色无色皆天 所以它其实是五生共法里面的 这个在五生共法里面就有讲 三生共法里面也讲 三生共法里面是在217月这边 静修与定学 离五欲无干 离五欲去无干 就讲到去反老这一部分 那又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就是说 讲到界定会的部分 五生共法是怎么讲 三生共法是怎么讲 那现在大胜不共法又是怎么讲 差别在哪里 我们可以稍微做比较一下 好 那现在来看 所以其次 现在一般来讲就是四千年的错误 会把有时候定的一些成就 它会认为这个就是真的成就 其实还没有 戒跟一定都是共事件的 也是共外道的 那只有会 当然外道也有会 但是这个会 佛法讲的就是五若会 很简单的就是断烦恼的智慧 所以修险基本上 为什么要修险 到底要修什么险 基本上就是因为有烦恼 有烦恼有什么问题吗 有烦恼就会造业 造业就会受苦 那么你没有觉得这个烦恼 你就会一直起烦恼 一直造业一直受苦 那么这种情况没有办法终止 这个叫做轮回 重点在这里 那烦恼起的重一点 夜造的重一点 就会下三二道 受很残忍的痛恼 烦恼起的少一点 轻一点就会升人天 但是也不能长保 经常在人天 没办法 那有时候因为你那根本没断 哪个时候哪一个来一个境界 比较强 你就造重大的恶业 所以在没有证无声罚人 或证件证伤以前 随时都有多三二道的风险 就是风险极大 因为这样 所以要控制烦恼 要调悟烦恼 要断除烦恼 那么智慧就是做这个功用 智慧就是做这个功用 那也因为这样 佛法的智慧 跟外道的智慧不太一样 比如说你如果说 废头经里面 以前波罗门 什么叫智慧 他们波罗门就是三名波罗门 他什么叫智慧 你做 因为他祭祀万人 那他说 你这个祭祀的时候 这条牛往东边去是什么 往西边去是什么 往南边去是什么 所以他们祭祀会用到牛 这条牛他们不会杀死 他们会放他走 那你要仔细观察这条牛 祭祀完了他往哪边走 那么往东边走是什么 往西边走是什么 往南边走是什么 往北边走是什么 你知道这个道理就叫智慧 你看 他不一样 就是你知道怎么气势 知道有哪些疑鬼 然后知道这里要念什么 那你又念什么 然后这里要怎么样做 那你要怎么做 这个叫智慧 很多人对智慧的理解不太一样 那佛法的智慧 其实很多宗教都讲智慧 那比如说基督教 他可能也讲 但是他的智慧 其实他的真理 比如说基督教 我以前小时候 那么家附近有那个基督教的 他那个墙壁上就写 我就是真理 上帝耶稣讲的话就是真理 那么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道路 那么这个跟废头天起的概念是一样 神讲的话就是真理 那我们就是认知神讲的话 了解神讲的话 背诵神讲的话 那么佛法讲的真理不是这样 当然佛讲的是真理 但是佛讲的 不是因为他是佛 而是佛把世间的真理讲出来 而不是佛讲的就是真理 这一观念不一样 佛把世间的真理讲出来 真相讲出来 所以从这里讲 佛讲佛的话是真理 那外道的不是这样 外道的是佛 比如说神或是上帝 他不管讲什么话 他讲的话就是真理 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于智慧 就是理解这个真理 那真理是什么 真理就是神讲的话 但是真理是什么 佛法来讲真理是什么 世间存在的真实的现象 那么一般人会被门闭 一般人看到的 不说是表象 没有办法看到真相 佛看到了 那么把这个真相说出来 那么你虽然说出来 你不容易看见 那是因为你前面有悟 他想办法悟就是烦恼 就是你的无名 你不明白 他尽量让你运用你自己的能力 让你明白 比如说你眼睛被布盖住 他把你的布拉掉 就无一无盖 基本上是这样 你烦恼 你业力 把你障碍住了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要怎么看才能看到这个真理 那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真理 那佛不过就是发现他 佛不是创造真理的人 如果外道的话 神就是创造真理的人 那么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 佛不是这样 佛说的话 有些就是真理 什么叫做比异 有些是方便说要让你用到真理的 不就是在真理 那么这一些我们要了解佛的智慧 那么你为什么能够看到 那么为什么你看不到 跟你的烦恼 就是跟你的无名有关系 那最大的无名 最大的无名就是你执着有我 这个是根本无名 其实是这样 那其他在这个之外 那么你有很多的东西障碍住你 那佛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 其实是这样 那智慧 其实我们叫做五肉慧 真正的智慧是五肉慧 去解肉就是烦恼 肉就是烦恼 那他说定跟会不但为大胜行果的薪水 行就是修行 就是他一般来讲 行跟理解跟修行 那果就是他修行之后所得到的作用 那么的薪水就是主要的 就是说你如果要解脱 基本上也是要定会 那要成果那更要定会 那么也是生文行果的要目 所以他说 世间跟修世间最大的差别 在定跟会 那如果讲 因为他这里讲 三圣跟大圣都一样 都是以定跟会为主 那一般来讲 生文还会强调戒 说戒定会 那即使世间也强调戒 世间强调五戒 世间强调五戒 初世间就强调八戒 俱足戒 其实是这样 那么 这个定跟会 是世间跟初世间最大的差别 那么可以说 佛教跟外道最大的差别在会 在会 外道也有定 外道也有戒 外道也有会 但没有佛法这一种无漏会 没有 那所以 但是会 无漏会怎么来 无漏会一定要有定 没有定是成不了无漏会 我们说过 在三圣是共法里面就讲过了 就是说一般来说 四禅八定里面 我们刚才讲禅定禅定 四禅八定 我们叫做九次地定 四禅 可以这么说 欲戒 三戒里面欲戒 四戒 五色戒 射戒 有四个禅 四个禅 四个定 叫禅定 初禅 二禅 这是简单的说 三禅 四禅 无射戒 也有四个定 这个既是禅 又是定 这个不是禅 只是定 空无边 空无边 四无边 无所有 空无边处 四无边处 无所有处 飞翔飞翔处 飞翔飞翔 那么这加起来就叫做四禅八定 总共八个定 四个产 所以这里既是产也是 这里只有定 这里既是产也是定 我们叫做四禅八定 这个是共四禅的 它在三禅里面 四禅的 初四禅的 初四禅的 一般叫做面信丁 有这么说 基本上这个叫做九次弟丁 那加起来叫做九次弟丁 那异界里面 这前面 这前面九处心 异界的是九处心 它还不能叫做定 还没办法叫做定 这个勉强有一个叫做未到地丁 但是它实际上不能称之定 因为定是根本 这个叫做根本丁 这边过去 这边过去 这边叫做根本丁 这个上次我们有讲过 但是没关系 再复习一下 根本丁 四禅八定叫根本丁 那要引发无肉慧 要引发无肉慧 就是要出世间的引发无肉慧 那么它不一定有面信丁 就是说 要一般 这个都是在世间里面 你正到非详非详 像佛头的两个老师 佛头还没成佛之前 一个正到无所有 一个正到非详非详 但是也没有解脱 如果照这样来看 现在一个还在无所有处定 一个还在非详非详处定 到弥勒佛下来 他都还在那里 还没有 很多像周磊潘 周磊潔 像念花圣明 这个都解脱了 但是他还没有 他还要等 如果照八万大姐来讲 一大姐 一大姐有一千尊佛 如果照这样来说 但是这个不知道是 谁规定都不知道 但是就是一般的说法 这样讲 为什么一定一大姐 一定刚刚好是一千尊佛 我相信这个是一般性的说法 不是真的就这样了 哪有哪有刚好就 每一大姐都一千尊佛刚刚好 那这个其实后来 我认为是后来编的啦 但是一般是这样来讲的话 就是他八万大姐过去 他才刚从非详非详下来而已 这个是四万大姐 这个是八万大姐 这个是两万大姐 这个是一万大姐 从这边开始一万大姐开始起跳 那么但是我们要讲的就是 你智慧你要出世间 你一定要有这些定 但是它基本上也是到这里 都可以引发智慧 就是运气有一个定 叫做味道地定 然后有时候叫做电光定 那么智慧比较高的 一味道地定就可以得解脱了 我们就说会解脱 那么有四肠八定的 重点是这里比较容易 这里是比较容易的 又不会偏定 这个比较善心 这个比较定心 这个差不多刚刚好 这个比较容易引发五肉肺 你到这边来 又慢慢变得比较困难 那么往这边也变得比较困难 这个会比较强 这个定比较强 这里是没有办法引发五肉肺的 这个定太强 定太强没有办法引发五肉肺 所以但是一定要有定 一定要有定 那么勉强讲最少最少要会到底定 那定虽然是共事间的 但是没有定就成就不了会 那定的前面 如果硬要讲的话 定的前面就是戒 那戒就是让你 因为你有障碍 你也成就不了定 你如果有障碍 你如果有障碍 比如说暴障 我们讲暴障 夜障 环瑶障 障碍 三种障碍 你暴障 你剁三二刀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成就定 你没办法修定 没办法 对 夜障 环瑶障 障碍也一样 那障碍就住你 所以戒成就定 定成就会 基本上是这样 那任彦君讲的色心为戒 一般来讲色心是定 他说的色心为戒 并不是说你收色身心 念佛怎么样不是 而是你收色六根 一教心里面的 你收色六根 不要放纵你的这个心 气是这样 然后你去照恶月 这个气是戒 好 所以他这里讲 他既是大圣行果的薪水 就是一般来讲 没有定位 你就没有办法出世间 那么三圣跟大圣 都是出世间的 大圣可以说是出世间 三圣是出世间的 但都是出世间的 就是已经不是世间的凡夫了 所以一定是以定更会 如果是戒没有 戒是够世间的 单单戒成就不了解脱 单单戒是成就不了解脱的 如果只有戒没有定更会 是没办法解脱的 那么戒是为了培养定更会的 戒是为了培养定更会的 所以也是生能行果的药木 重要的项目 修行项目 菩萨的修行 虽重在菩提愿 大悲心 回向等功德 大圣有三心 一个是菩提愿 菩提愿其实就是 就是要成佛的愿望 那么大悲心 成佛是为了度众生 另外一个叫做无所得 就是空性慧 要智慧 那他说还有回向等功德 其实就是希望自己有力量的时候 能够把这些力量用在利益重心上面 这个其实就是回向 所以比如说我们愿以此功德 补及于切 我要等你众生接供成佛道 这个是最简单的回向 就是我们常用的回向 那么这种就是说 我现在努力修行 是为了能够成佛 那么我成佛是为了度众生 度众生什么 度众生都能成佛 其实是这样 那么再低一点的 就是变成像金刚经讲的 那么我修学不二 是要我智慧 那么我这些智慧 我要成佛 那么我成佛是要让众生都能得解脱 这是又是一个 皆令得无语涅槃的灭度之 就是大家都能得解脱 都能离苦 他说这个是回向等功德 那么如果没有定位 这一切都是不能成就 就是你没有定位就出不了世间了 应该来讲没有智慧出不了世间了 没有定成就不了出世间的无漏会 有漏会是世间的 出世间的是无漏会 就是定之后它是要成就会的 定是要成就会的 定是共世间的 会是不共世间的 世间的会是有漏会 我们讲这个会是无漏会 无漏会 无漏会 它是不共世间的 那么共世间的叫做有漏会 共世间的会叫有漏会 如果共世间的会 如果共世间的它就是有漏会 有烦恼的 夹杂烦恼的 那么你要得无漏会 有漏会就不一定要定 有漏会不一定要定 无漏会一定要不定 没有定你成就不了无漏会 所以他这里讲 没有定位这一切都不能成就 所以解身密经说 若诸生文若诸菩萨 就是三圣 三圣生文 菩萨大称 若诸如来 菩萨是因 如来是果 那不是大称 所以菩萨道也就是佛道 所有世间及初世间一切上好 因之皆是此 奢谋他及匹婆舍纳 奢谋他 匹婆舍纳 其实就是只观所得之果 那么他这里讲到世间及初世间介绍法 世间的有漏会 一般来讲如果是世间的有漏会 基本上不需要定 但是他这里的指有时候也不单单只是指 一般来说是指定 但是这里讲比如说他讲的世间及初世间一切善法 讲的是神通 五神通 四场八定 这个是世间的善法 那么如果是一般的像玉界天的这一些十善 他基本上没有牵涉到定 十善没有牵涉到定了 五界十善没有牵涉到定 牵涉到定是色无色借天的事情 所以他讲的这里世间的善法 那么基本上讲的是神通 五神通 六神通里面肉性通不是 肉性通是初世间的 那么五神通是共世间的 还有所谓的四场八定 这些是共世间的 这就是世间的这些善法 那么多是指观所得之果 指跟观是定会所设的 一个是定 一个是会 从修习的方便等于 就是依指 依定去修 依会 会对于定跟会 就是指跟观的尊重修习 为修学大圣行的要种 那么大圣重点是六度四色 那六度四色最透明的 也是般若跟禅定 布施直接忍入精进禅定之会 其实这个跟三圣是一样的 三圣是戒定会 那么大圣跟三圣就大的差别 在布施跟忍入 为什么 因为大圣要度众生 大圣要度一切众生 三圣不用随远度众生 能度就度 不能度 不能度就随远 所以他不一定要针对这个众生 但是大圣不是 能度的一定要度 不能度的也要跟他种下得度的因缘 那就不一样了 那就不一样 所以你没有弃绝众生 就是你没有离弃众生这件事 每一个众生都是你要利益的对象 那三圣就不是 而且度有远的众生 没远的就算了 不听的就算了 不懂的就算了 讲好几次都讲不懂的就算了 能懂最好不懂 不懂就是你的命了 那大圣不是 不懂也要想办法让你懂 不听想办法让你听 就是你 就算他没有善根 你都要让他种下善根 善根不成熟 想办法让他成熟 已经成熟的 那一定让他得度 那这个就是差别 不一样 所以因为他要积极的去利益众生 所以他有布施跟忍入 第一个先给众生利益 第二个众生伤害我 我能够不伤害他 能问人 其实这个就是大圣跟生文 就是菩萨跟生文就大的差别 那不然戒定会是一样的 戒定会是多有 但是内涵还是不太一样 但戒定会都有 那差别都在于 大圣多一个布施跟忍入 那其他先给你也是一样的 都要先给你 好 所以他这里讲说 为修学大圣行的要求 所以称赞说 三圣诸圣功德 稀有定会所胜 这个是导师他在解释 他陈佛知道这个寄颂 三圣诸圣得 稀有定会圣 三圣是指生文 圆诀跟菩萨 那么 那菩萨的 菩萨因 那么如来果 这是大圣 二圣是生文圆诀 那基本上就是 三圣指的就是出世间的 三圣指的就是出世间 那五圣里面 人跟天是世间的 所以就从这边分世间出世间 那么出世间一定要有定会 那世间就是戒跟定 世间就是戒跟定 没有无落会这件事 但是世间 世间 戒跟定一定要 尤其没有戒的话 你基本上就是在三圣道 有戒的话 你就在人天 那么有定的话 那么在天上更高一层 色无色界天 其实是这样 休息止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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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子乘官乃乘 赤地法如是 這一個祭壽的重點在講 子跟官 要先修子 這個是赤地說 那我們先來看 說到定 會的休息 那麼就是子官的休息 什麼是子 什麼是官 什麼是定 什麼是會 他說 會是以檢責為信 那麼一般這個檢責有時候現在寫成這樣 因為這個名詞我們比較少看到 有時候寫成檢責 有時候常常講絕責 七訣是有一個責法訣針 他說 範與彼婆舍那 亦亦為官 基本上把它翻作官 那有說叫憲官 經是經說 這個經是指解聖命經 這裡面後面引的幾乎都是指解聖命經 他說官 現在有很多名詞 他說官是正師者 他的原文是人正師者 最極師者 周遍尋師 周遍視察 他的原文是家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這裡有幾個名詞 解聖命經 老師引用解聖命經 解聖命經也是為事所依的一本經 那麼他說 人正師者 他在講 斯洛摩沙跟彼婆舍那 能正師者 最極師者 等一下我們稍微來解釋這個 這個彼婆舍裡面很多解釋 周遍尋師 另外一個 周遍視察 老師沒有解釋 不過我們從這裡就可以看到 有幾個名詞 一個就是師者 然後一個是尋師 一個是視察 這個是名詞 這個師者也一樣 這個是形容器 最極 周遍 周遍 然後這個是正 能正 可以 能 正 師者 好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他後面還有文 他說 若忍若惠 若忍若熱 若惠 若見 若觀 若忍 這個都是跟惠同一個名詞 若忍 若惠 是要 若忍若惠 若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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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智慧不同的形容 若冠 所以他基本上都换作冠 四年毗婆舌纳 舌膜他是指毗婆舌纳是冠 那一般像南船的他就直接用舌膜 然后毗婆舌纳 那我们基本上都换作指官 那是名 毗婆舌纳就叫做毗婆舌纳 这个是梵文 没有英译的 我们先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因为遇到名乡 这个明显的就是 如果我们这样来看 第一个能证施者 什么叫做施者 那么一般来讲施者 简单叫做施为绝者 施为绝者 那这个是最简单的说法 但是这样讲我们有时候还是不晓得 施为绝者是什么 那这个经文有说到 我们来讲到施者这个东西 因为导师也没有解释 不过我们看这个大部分人是看不懂的 什么叫做正施者 最极施者 周遍寻施 周遍施场 差别在哪里 那到底要讲这些什么 我们稍微把这个东西稍微 稍微理解一下 如果要讲得详细的 基本上论里面就讲了很多 毕菩萨论里面 六圣经族里面 都有在讲这些 但是我们简单讲就可以了 他说由正了知 他基本上是怎样 他有解释 由正了知 正确的 由正了知 诸身恶行 宪法当然 宪法就是现前 当然未来 宪法当然 招恶义首顾 义首就是果报的意思 就是会受到恶报 现在造三 现在 起烦恶造恶业 诸身恶行 简单讲就是 你现在只要造这种恶业 你现在 或是未来 你就会遭受恶报 简单讲是这样 因为他都会名词 义首就是义首果报 义食恶首 这里讲到 因为这样 能情断 诸身恶行 你由于这样想 你由于这样想 他说 因为你了解 正了知 你正确的了知 你现在造恶业 你现在未来 你就会遭受恶报 所以你 因为这样的理解 你能情断 诸身恶行 你会努力的 去 断除 那么你身口义的一些恶业 能断诸身恶行 义能情修 不断能够断恶 不断能够断恶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观念 观念的导正 这个是施文学者 你知道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什么要赶快努力做 什么可以放着后面慢慢做 就是你先理解这种东西 所以自从政界也是 先知道 有善有恶 这个是应该做的 这个是不应该做的 那每一个做的都有业有报 都会影响你 一样的道理 所以 义能勤修 诸善妙行 诸善妙行 那么如果依余琪师弟认的说法 他讲解释这个施者 余琪师弟认的说法 也可以 我们就是 来做参考 有助于我们理解 什么是施者 施些 施就是思考 思维 思考 思考了 你怎么样想 就是你怎么想 想完了之后 你决定怎么做 这个叫做 施者 施为 因为我们很少 听到施者这个名词 比较少听到 就是 你透过你思考之后 你手下的决定 你要抉择什么 觉得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这样我们就比较明白 什么叫做施者 施者后面有一个 寻思 有一个视察 等一下我们再讲 那 那 余琪师弟认 98件 他说 于一切宪法后法 我们就参考了 于一切宪法后法 这些宪法 现前当来 诸恶行中 其实一样 不过我们 就是 拿起来比较看 就会 更容易理解 身见过 这个比较 比较 文字 比较不容易理解 身见过 了解他的过患 这个就是宪法当来 招恶一手 其实就是这样 那么 能正思维 这里就讲到正思维 那这个八正道正见正思维 习诸恶行 修诸善行 习诸恶行 其实一样的 习诸恶行 修诸善行 明 施者 明施则利 那这就讲到施则 现在这样讲 我们就比较理解 什么叫做 罪及施则 那有时候 有时候 一般来讲 罪及施则 前面都有一个施则 施则 罪及施则 重点是前面先能正施则 接下来 他讲 罪及就是深刻的 再更深刻的 一开始 这样想 然后再深刻的去想 这个就是程度 这个就是深 这个就是比较深 那这个很简单 周遍 就是广 就是施则 再进一步 寻施 那什么是寻施 什么是视察 那我们先看 一般来讲 我们很明显地发现 这里面的 我们先来讲 寻跟视 寻跟视 寻就是 这个视就是 你了解 先理解 比如说这个是善 这个是恶 这个做的会怎么样 有善 有恶 也有报 这个是善 这个是恶 这个做的会有怎样的结果 那个做会有怎样的结果 你去抉择 我要做些什么 简单讲就是这样 因为他这里的失觉就是这样 你先理解 这样做是对的 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样想是对的 这样想是不对的 你知道了之后 正确知道了之后 有些不对你认为对 有些对你认为不对 所以你这个东西先要弄清楚 有些人以为在修行 其实不是 越修越不行 就基本上是这样 越修烦恼越重 他还以为 他还以为 他越有修行 其实不是 那么他自己以为越有修行 别人看起来 他越来越没有耐心 脾气越来越差 然后越来越我慢 但是别人也不一定会跟他讲 但是他自我感觉良好 他就会觉得他越来越修行 但是别人越不敢去见他 那么这种 这种其实就是变成 他没有 他没有真的去理解 理解见到他的过患 所以 善跟恶 就是你在一开始 正施者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你从佛法 天然也是叫正见 正见没有经过正施维 他落实在身口意里面 就是在行为里面的 就不是正理正月正命 就不是 就不是 一样的道理 所以他一开始是正施者 然后施者 他的程度就讲得更深细 叫做罪己施者 所以这个很简单 这个就是 一开始要求正确 深刻 深刻 那 然后 周遍 周遍是广 很广 广 周遍就是广 但是 这个是深 这个是广 但是重点叫寻识 寻一般来讲 比较粗的分别 叫做寻 比较细的分别 叫做识 这个大笔调道人讲 心粗名寻 心细 心粗信 其实就是粗啦 心性比较粗的 叫做寻 心性比较细的 细信 那么叫做是 这个前面是大概就分哪些是应该做哪些是不应该做的 这些做会有什么后果 想清楚了 想明白了 然后你就会去做 然后这个是不是新的问题 这个不是新的问题 那么寻识 一般来讲 我们用白话讲 叫做详细 他有一个名词 详细事意 这个识者我们知道了 现在识者就是识为绝者 绝者什么呢 绝者这个是善 这个是恶 这个有善 这个善有善报 有善业 善业有善报 这个是恶有恶业 恶业有恶报 那你决定要 要诸恶莫咒 重上奉行 基本上这个就是 如果我们照他的解释来讲 这个就是一开始的所谓的识者 思维绝者 好 那就是你要做些什么 不做些什么 为什么 就这样 因为我这样做我就会有这样的业果 现前当然我就会受苦 我有障碍 就是说 你选择你要做什么 不做什么 为什么 一开始你要正确的去理解 你所要做的事 这个很重要 你看佛法都是这边说的 好 那再来 他所谓的寻思 他是这么解释的 如果 当然这个佛法里面 就是寻思他本身 一开始我们讲 那么这个 主要是寻跟思的问题 那思跟茶其实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他有很多讲寻求 有很多讲 这个 也许他下面不一定是茶 或者怎么样 反正就是 他这种是不同的 一种 一种 就是主要是心 他在理解一件东西的时候 他的生气的程度不太一样 那如果我们依 依一般的解释 因为他这个是翻成中文的 那原来中文的解释 或是他 他为什么这么翻 就是因为他 中文里面有这个意思 他其实就是详细示意 反复思考 那这样我们就比较理解 然后反复的思考 那视茶更细一点 茶就是观茶 这个是比较粗的 这个是比较细的 那么 基本上我们可以讲 他就是仔细的观茶 当然这里也有点想 就是他 他理解 看起来好像也差不多详细示意 但是他不太一样 就是这个比较粗 我们就简单 这个比较粗 这个比较细 我们可以用华元庆一个计来说 他基本上是说 华元庆里面有一个讲到 就是 讲到里面有一个计 他 差不多可以 可以来理解这个东西 比如说 他说意念失者 这是第一个计划 这是第一个计划 那么相续不断 就是持续 你看 然后维系分别 结了圣生 大概就是 在讲 我们在理解一件东西的 那个不同的层次 所以他就基本上一开始就是 你先决定 所以他就基本上一开始就是 你先决着 然后你到最后有所谓的维系分别 决了圣生 大概应该是 如果寻思视察 大概就是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差别 那么周篇 你看周篇就是 他理解这个 然后 由一法到通一切法 那么这个是比较粗的 这个是比较细的 那么这个是由一法而通一切法 然后这个是因为 他在 更深一层的 思维抉择 其实是这样 那这样我们就比较 简单 就比较能够理解他这里讲的 所谓的 正思者 最极思者 周篇寻思 周篇事场 那么 比如说他是官 那官无产 官无我 他也是官 官生 官兽 官心 官法 那么他都有一个进 那么这个进 你 你先去理解 比如说 比如说你要修些什么 那么首先你要知道 你要修些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修 好 那再进一步 好 那比如说 我要官身 我要官瘦 我要官无常 我要官无我 我要官无运 那么你 你 从这个名词 那无运是什么 社是什么 那怎么官 一尘一尘进去 官一法之后 就知道一切法 大概这样 所以他这里叫做 官 官会 所以他说 会 以观察 决者为特性 那这里是重点在决者 这里重点在观察 那以观察决者为特性 就是新的观察决者 那观察决者比较是巡视这一边的 那么决者就是这里一开始 你要修些什么 怎么修 这一部分 好 所以大概 大概 大概我们就稍微把 因为这个是名词 然后一般我们 看到这个其实不太明解 他在讲些什么 正思则 最极思则 周边寻思 周边思想 当然如果你读那些大笔博撒 或法院族论 这一些 戒身族论这些 他有讲到这些名项 但是 因为讲得太细了 反而越讲 越讲我们就没有 就是因为讲得太多 反而我们不容易 好 所以他说会是 那导师这里简单讲 简单讲 所谓的会 就是匹博舌那 那有些是把字跟会有分开的 但是有一些基本上 字会是一起的 字会是一起的 但有一些字跟会讲的是 不太一样 讲的是不太一样 那么 如果是放文的话 一般 一般 字是舍那 会是波罗 是不太一样 那放文来像是 波罗基尼亚 波罗舍那 它就换成智慧 一般我们波罗 波罗的方法就是会 波罗的方法就是会 那舍那是智 波罗基尼亚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这里讲的 那匹波罗舍那是乖 就不太一样 一般来说 这个导师好像在 会学概说里面有讲到 他有充分讲到会 好像在 成本 佛法概论里面的样子 还是在哪一本书 会学概说里面 应该是佛法概论 它分成三个 一个是智 一个是会 一个是关 关的放文叫做匹波舍那 翻过来的啦 匹波舍那 会的放文是波罗 那么智的放文是舍那 那其实三个也同也不同 也同也不同 那如果不同的话 基本上是这样 导师这里有讲 他说一波罗成证卷 那么初学者 这个初学者是官 那么 成就了叫做会 初学是官 成就叫会 成就叫会 这是第一个 另外他讲到约这个 如果约英国来讲 是依波罗成证卷 那其实波罗其实包括就智慧 另外他有讲到以会 就是官跟会的差别 其实会就是智的跟会 大叔里面讲到会以智为信 智以会为信 本来讲我忘记了 他就讲到会 智信 以智为信 智慧信 其实两个是差不多一样的 以会为信 有他的特性 那么所以智跟会 其实是在讲同一件事 但是当然我们基本上讲波罗 波罗是会 那他讲到会跟官 智慧跟官的差别 那他也是一样的 但是初选的是官 那么成就叫做会智慧 那么以会做官 或是以会做官 以智慧来做官 那么由官成会 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由官 又成就这个智慧 那么先要以智慧做官 所以前面觉者那就是智慧 前面的失者就是智慧 但是这个会还是一般而已 那这个是我们在讲到 所谓的智慧官 有一些 只要不同的概念 好 那我们稍微知道最好 因为这里也没有提到 也没有提到智慧跟官的差别 只是因为 我把概念有这么说 那我们就稍微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就是智慧官 基本上他的体性是大概同的 但是有一些差别 好 那他这里讲到 他说经说指 没有他前面也讲 他说先简到说 定位的修行就是指官的修行 那么指跟官的差别 那先这个后面这样讲 他说这个 经说指是 没有在前面 有人以为明了就是官会 这是不合经意 那么这里指的有人到底是指谁 但我们不是很清楚 但是有可能是指智慧大师 智慧大师即使他对指官也还可以研究 他有某何指官 然后有所谓的 有很多关于指官的书 但是我也不太清楚 他是不是在讲智慧大师 但是很有可能就在讲智慧大师 因为智慧大师 常常有所谓的官会明了这样的说法 官会明了 但实际上这个是不是就是官位即使明了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就是智慧大师在指官这一方面是有成就 他是有定功的 他是定解是很厉害 不过导师这里也没有特别说讲实 他只是讲有人 那我们就这样看就好了 他说有人以为明了就是官位 这是不合经意 其实就是在讲这个经就是讲前面的解神秘经 就是官位不只是明了 而是这里讲的正师者 罪己师者 周遍寻师 周遍思察 就是他透过很仔细 那么维系普遍的这些观察 那么理解的 他并不是对那个像明了 或是对那个理明了 但是明了这个词也看你怎么说 其实这种东西 我们也没有看到全部所有的说法 也不太清楚 老师这样说到底是在说些什么 明了就是官位 还要先还要问明了指的是什么 他说不合经意 这一点我们其实就不太好说了 那幻语奢谋他意义为止 经说指是心以尽性 内心相续 那心以尽性其实就是定 定最重要的就是心以尽性 所以有时候这个指通常就叫做 指跟官通常就叫做定跟会 内心相续的心以尽性 那包括比如说出禅 有五种功德 寻世喜乐一心 你看他就是这样 寻世喜乐一出禅 出禅有五支功德 他重点就是一心 心以尽性 寻 他还是有行有事 二产就无写无事 寻世喜乐 有喜有乐 重点是心以尽性 一心就是心以尽性 这个是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性 他这里说到定是平等持心的意思 那是心在一个静上 然后一直是保持这个样子 所以只是安心一静而不善动的 那么定基本上除了离乎于七五概之外 那么最重要他是调伏两个烦恼 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吊曲 那一个就是昏沉 那吊曲基本上是属于比较散乱的 那就是你的心散乱 要让你的心不散乱 基本上就是让你有一个所缘性安定 一直在那个境上 那另外一个就是昏沉 暗面不明 那么其实主要就是 除掉西的这两个障碍 就是吊曲跟昏沉 主要是这两个 好 那他所以他讲 这个是安心一静而不善动 子跟官不同 若修习子官 就应该先修习子 好 那么这不是说把定修好了 再来修习官慰 事实上子与官有互相铸成的作用 在没有修子成就以前 也是有善心观察慰的 好 那么 子跟官在禅宗里面 那么也有一些比较不同的 比如说禅宗里面有两个最主要的 一个叫做曹洞 一个叫做廉祭 那么廉祭的画头禅 有一点偏向于官 曹洞的末造禅 比较偏向子 差不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那么子跟官 它有所谓的互相铸成的作用 那么一般来说是由子成 由心子在官 因为你没有子的话 心散乱 你是官不成的 那么这个论里面也有说 但并不是 就是子成了才官 不是这样 那 好 我们先来有一个经文 它讲 这个是杂瓦466经 466经 讲到此官 杂瓦466经 佛丁阿难修 他说 修习于子 一开始从子 忠诚于观 成就了 修习于子 这里就是说你这里讲的 这个子跟官有互助互相铸成的作用 修习 一程一程一程 神 那麼聖地子子官聚修 子官聚修 得諸解脫寄見 得諸解脫寄見 這是得解脫的寄見 就能夠得解脫寄見 這個是雜案經裡面的 那麼大致都在講到子跟官 就是前面講到的散亂 那麼官就不容易成就 他也有提到 這我們就做參考 就是幫助我們理解 現在所謂的子跟官 怎麼樣互相鑄成 為什麼先修子 然後再修官 他用一個火跟風的譬語 有風就是心 心散亂 煩惱風 他滋潤 劍33 他說 散亂之心 譬如風中暖燈 紙就是 重點就是讓心不散亂 專一專注 心一盡性 他說 散亂之心 譬如 譬如風中暖燈 我們只要看到經文裡面講的燈 我們就不要把它想成我們現在的電燈 一定都是油燈 只要寫到燈 基本上都是油燈 現在這個電燈 我們期待到的風也沒關係 就是不會影響它 但是以前的燈 一定是油燈 點油的 那麼油燈只要有風 它就會閃爍 甚至風太大會不見 那這個沒關係 這個你期待到的風 它也是這樣亮 它不會閃爍 煤電會閃爍而已 它不一樣 比如說風中暖燈 所以 所以這個藍就是用火去點燃的 油燈 一定都是油燈 以前的燈一定是油燈 所以通常都會讓你心心專注 念佛也是這樣 持咒也是這樣 讓你心有一個所言 觀物心也一樣 它就是所言不同而已 但是重點是一樣的 你觀近相跟不近相 也是那個所言 當然它有對峙性 你觀阿彌陀佛的金色針 跟觀三十六種不近 那它就是所言 但是它有對峙性 但是因為你 因為你觀佛 然後還是觀無常 還是觀不近 還是觀無息 它通常就是讓你的心 卷住在那裡 那麼它說 衰 這個就是子 它說雖有光明 光明就是智慧 就是我們這裡說的這個就是 還是有一開始還是有閃心觀察會 沒有修成子以前也是有閃心觀察會 也是有的 雖有光明 但是這個閃心觀察會 因為不清楚 不清楚 就好像 大致論幾個批語很好 就是那個燈 那麼風太大 風太大閃爍閃爍 不容易看清楚 閃爍不明 所有光明不能照 就不能讓你看見真理 就是那個會沒有那麼明顯 好 亂心中智慧亦復如是 亂心中的智慧 散亂 散亂心 也是這樣 它就比喻了 智慧是一切善法根本 確實是這樣 佛法跟其他 宗教最大的差別就在於智慧 而這個智慧基本上是無漏慧 那麼所謂的無漏慧就是 去除煩惱的智慧 所以 修行一定要針對自己的煩惱下手 那麼很多人 修行都是針對別人的煩惱下手 這樣永遠除不了自己的煩惱 增加自己的煩惱而已 所以智慧 是一切善法根本 所以智慧就是一切善法根本 如果智慧成就四字 先當色心 你要成就這個智慧 先當色心 正念 就是指讓那個心專注 先當色星 這個是大祝輪裡面講到 然後可成 然後才可以成就智慧 這個智慧才能成就 所以他這裡講到 一般來說 就是導師說的 要先有指 然後再觀 但並不是說指成就了再觀 也不是這樣 要修指之前 也是有這些散心觀察會的 他說 那怎麼說先修指呢 在指與觀的休息過程中 一定先修指成就 指成就了 然後才修觀成就 所以這個也是大祝輪裡面講的這一些 如定心不成就 那觀會也不會成就 所以會一定是從定而有的 我們剛才講過 最少最少也要會到地點 那會就會 為什麼要多一個說觀會呢 我們剛才講 觀 智 會 那麼觀基本上 會就前面說的 會基本上比如說觀 皮薄舌納 他基本上就是思維 吃者寻思視察 他基本上這個會的成就在於 我們簡單講叫做觀照 新軍叫做觀照 由觀而照見 那麼就是這個觀基本上 那麼我們可以說是觀察 就是簡單之後 就是他是一種觀察 那麼觀察比如說 觀察這個身心 觀察這個世間 觀察一切法 那麼就是智慧的觀察 我們可以說是觀照 那麼你去理解 理解 以智慧去理解 去分析 去覺著 那麼我們可以說是他是觀 比如說很簡單 最簡單說 觀生 觀受 觀心 觀法 那麼觀色 受 想 行 事 那麼這種種他都是一種 心裡面就是智慧的一種象徵 就是他怎麼樣去觀照這一些 那你觀成就了 我們就叫做會 那其實觀也是會 那麼你要觀也是以會 以這個智慧才做觀的 所以跟前面講的一樣 就是由觀成會 那會成就叫做會 由觀成就叫做會 那初學是觀 成就叫會 基本上是這樣 但是你初學要觀也是要有智慧去做觀 所以這個智慧它就變成用 你要先去抉擇 你要修些什麼 要怎麼修 這個法要這樣修 那個法要這樣修 這個法要這樣對峙 那個法要那樣對峙 好 那這個是大師會裡面講到 為什麼子跟觀就有點類似 風 風跟這個燈 風太大 就是你的心散亂 你的會不能成就 所以你要讓那個風停止 心一進 這個就是定 這個就是止 讓風停止 那麼會 那個燈 有多少燈 有多大的燈 它就照我們多大 其實是這樣的 但是這個大師論在講到風跟燈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個拼音 講的就不太一樣 他說精進就好像風 但是太過精進了 這個風太大 風能夠幫助這個燈 你風吹的時候能夠幫助這個燈亮 但是精進就好像風一樣 能夠幫助這個燈照明 精進能夠成就智慧 但是精進太過了 太過精進 反而會把 就是風太大 反而會把這個火滅掉 所以要重大 你也不能精進太過 就好像二十一耳這樣 這又是另外一個批語 我這裡在講止跟觀 就是說我們講到風跟燈 在大師論有兩種不同的說 不同的批語 一種就是止跟觀 一種就是精進跟智慧 我們來看 他說老師這裡的基本上要說的就是 心修止在成就觀 始終心有力量去做觀 如果你心沒有力量 心沒力量兩種 一種是暗昧 沒有智慧就是暗昧 就是昏昏沉沉 一種就是散亂 我們都調局了 就想這個 想那個 心裡面很多的分別 想太多了 那麼這個是調局 調局跟昏沉都沒有辦法成就電 電不成就 會就不成就 你觀也成就不了 你的心沒有專注 我們叫心一進心 沒有力量 你的會是成就不了的 最低最低也要未到地定 未到地定 未到地定基本上 我們前輩說過 大概就是九柱新的等詞 當然也有些不同的說法 不過我們這樣看應該大概就是 因為九柱新是屬於玉界的 那麼九次地定才是色無色界 或出世界的 就市場八定是色無色界的 那面鏡定是出世界的 大概玉界定 玉界一本來講是沒有定的 玉界是沒有定的 但是我們說它是未到地定 大概就是九柱新的等詞 所以他講 那麼他說 他說先修止 然後觀成就 定先不成就 觀會也不會成就 依這個意思 所以說先修止 那麼經中說 子觀定會禪會 禪就是禪定了 所以這裡有分定會跟禪會 我們剛才講過 四禪八定 禪跟定其實有一些不太一樣 但是基本上講的這裡的名詞 其實是一樣的名詞 子觀定會禪會 基本上概念是差不多一樣的 也總是先定而後會 不管是講子 講定 講禪都一樣 這個是修習的必然次定 不管你橫說 訴說 頭頭是道 如真的修習止觀 那法定有如是次定 決定了 決定是這樣開始的 因為你沒有止 你成不了觀 你雖然有觀 那個觀是不能成就的 不能成就的觀 有觀等於沒觀 其實是這樣子的 所以先修止 再修觀 但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 止成就才修觀 不是這樣子的 這樣現在就先說止 就是禪度的修習 那導師是 照 應該要講大聲不共法 大聲不共法是禪定在前面 然後波羅在後面 那波羅是會 那會的前面就是觀 那定的前面 定也就是止 那就是我們可以講 定的前面是止 那止觀定會是這樣 好 依助堪能信 能成所作事 這為什麼修止而得禪定 這修止得禪定 那好像修觀得智慧 一樣意思 止觀定會 那麼這個是從入門來講 然後成就來講 好 因修止而能得定 就能承辦種種有益有利的事業 意就是有意義 然後利就是有利益 那就是有意義 就是我這樣做 那麼是正確的 那麼也確實對我有利益 那麼有一些人做了這一些 他不一定是正確的 而且這樣做也沒有什麼意義 只是以前的人都這樣做 現在的人都這樣做 他都這樣做 那實際上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如果這樣做 到底有什麼好處 他也不知道 就好像 人往生都要舉辦 三十年要舉辦超度 實際上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超度 到底這樣辦了有沒有意義 但是因為大家都做 你不做好像又不行 但是實際上你做了你也不知道 你沒有感受他的利益 因為你沒有真正看見利益在哪裡 你也不曉得這樣做的意義在哪裡 現在很多人都這樣 那佛說法一定是有意義的 第一個他這樣做一定是有意義的 一定是可以講出道理出來的 一定是有道理的 可是我們現在做很多 我們現在的很多佛事 法會 還是很多的規矩 其實你也不知道這樣做的意義在哪裡 那你也不知道這樣做了我到底得了什麼利益 其實很多是不知道的 真的 很多人是這樣子 但是因為大家都說好 大家都這樣做 所以我就跟著做 大家都說好 其實我也不知道好在哪裡 但是大家都說好應該就是好吧 大概就是這樣 那這其實是很冤枉的 其實佛頭並沒有這樣教 那所以很多東西是 基本上是有意有利 所以我常常會想說 佛頭教的一定是一個你聽得懂的 第二個你做得到的 他不會教你做不到的 教你做不到他就不要講 真的嗎 教了你做不到的 那你乾脆不要講 你教了我也做不到啊 那就是讓我更悔恨而已啊 他一定 第一個他講的不會你聽不懂 第二個不會你做不到 第三個做了一定對你 你做得到 你有做跟沒做對你 也沒有差到哪裡啊 差別不大 他做了一定對你有利益 對你現前當然一定有利益的 一定可以利益你的 一定可以成就的 那這個才是佛法 但是我們現在做的很多都是 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做了到底對我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 有時候是死了才知道 那死了老實講你也不知道 但是你總覺得 那麼死了就會知道 死了其實很多東西也不知道 所以有一些 就是說我們現在學習的佛法 大部分不一定是有益有益的 不一定 就是你也不曉得意義在哪裡 你也不曉得利益在哪裡 都說有功德 那到底功德在哪裡 存在哪裡 血在哪裡 那感受到了嗎 不一定 沒有 現前當然 都是講當來 但是當來真的有嗎 你也不知道 那這裡講到 因只能得定 能懲罰種種有毅力的事情 所以說自信一出 無事不辦 他的原文是這樣的 他說 當好自信 這個是導致簡約的說法 自信一出無事不辦 這個是宜教經的 這個是宜教經的 他說 要制止這個五根 要當好自信 控制自己的心 後面有一大段文 大家回去看宜教經 大概就知道 然後他說 他說 重此心者 放重 放義 重此心者 壞人善事 就是你不要放重 好像牛牛這樣 你要用繩子給他綁著 重此心者 講到這個心 善人善事 善人善事 就會 就會讓人 失去一些功能 善事 善人善事 善就是有利益的事 會讓你失去很多的利益 善人善事 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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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意思就是自信一出一出不半的意思 可是这个不是原文 不过意思就是这样 自信一出一出不半 他说 修止而得住心 那么 住心一般文叫九住心 在前面有 首先是内住 安住 到最后等辞 内住续住安住 那么身心引发清安 身心都轻快舒适 就是我们会有那一种 亲爱 如果有打坐过的人大概就会知道 身心会有一种清安 这个世间最大的快乐 就在三产 三产是大乐 四产就舍掉这个乐 因为那个是很容易 大乐那种是很容易执着的 很容易执着 不容易舍掉 有些人打坐有境界 有时候不容易舍掉 他有两种 一种是身心的境界 一种就是 由身心引发的一些 比如说你见光 见佛 见什么 闻到香 通常通常也不离开这个感官的 一般我们叫做 比如说身心轻安是那种醋 那么另外闻到很香的 不是世间有的香 听到饭月迎空 见到火放光明 然后异香满事 香味 然后天悦云空 眼耳鼻舌声 不爱乎这些 然后身心喜悦 鼓动 基本上 这些境界有时候 你如果 你如果没有正确的观念 你很容易执着在这间境界上 不容易舍离 不容易舍离 这个有时候比舍离五欲还难 因为那个只有你有的境界 而且是你很殊胜 那个比五欲的殊胜 几感对 所以你如果没有养成正确的观念 你很容易就在这个定性上执着 那执着有什么问题 他就是死后生到社界天 那很容易就很巴难之内 三途巴难 三途是难 长寿天 其实是社会社界天 他也是难 因为他在很长的时间 除非你生到 除非你生到五不还天 要不然其他的天 基本上 他不容易休息 欲界天就这样 欲界天就不容易休息 那社会社界天 除了社会天里面 有五不还天 除了那天是圣者之外 其他也很难休息 那无社界天就更不用讲了 无社界天 那基本上从佛法来讲 那个其实就是巴难之一 那么有一些是说社界天 他就是巴难之一 除了五不还天之外 那么他就是基本上在那里 很长的时间基本上是没有学学工法这件事 他就在定里面 所以禅定工夫好 但是你如果没有智慧 你很可能执着这个禅定 那么你就后来被他束不住了 就有点像贫穷不好 贫穷不容易休息 因为你要吃又没得吃 住又没得住 那房子都漏云 然后天来又很寒 夏日来又湿 蚊子又多 你就很难休息 障碍多 你又怕冷 又哀冷又哀饿 然后又文言一大堆 反正你这种比较贫穷的卑贱 就很辛苦 不容易休息 可是你太富贵了 什么都好的 我告诉你 也很难休息 到最后你舍不掉 你会执着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不能修 就也一样了 那到社界天不社界天 他很容易 如果不是说你不要修长定工 你得定 但是不执着这个定工 就好像你修福报 不执着这个福报 一样 你一旦执着福报的一样 一样也是障碍 但是你没有这个定 成就不了会 但是你执着这个定 你一样成就不了会 佛陀的两个老师 阿罗的佳兰 踏伯的摩托子 一个无想 一个无所谷修定 又非常无想 子修定 那一些比他晚休息的 很多都解脱了 佛陀的弟子 连周一盘都解脱 解脱正阿罗汉 他现在没有 他教佛陀修才定的 现在还在无所有出天 都没想出天 你乐我下来 他还没有过百分之一 的岁月还没有 你看 所以 定是很好 但是你一旦执着就不好 跟人员经讲的一样 你修定的境界是很好 这个是善境界 但是你一直走 他就变成障碍 就不好 凡事执着就不好 那么最大的根本就是执着我 那你的境界也是由这个觉得 其实也是由我执而来 那这些境界很可能 增强你的我执 我爱你 所以这个观念要先清楚 那么你再来持戒修定 修官 所以政见你摆在前面 政见证思维 之后有正念证定 那我们都倒过来修 现在要有正见证思维 然后落实在身口意上 叫做正与正念证定 落实在身口上 然后之后加工用型 有正念证定 那我们没有 我们前面没有政见 没有正思维 没有正理 正业 正命 然后就直接要修正念 然后得正定 然后得正位 这样是不行 就要是倒过来修 这样不能成就 所以他讲 修住心时身心引发情 然身心都轻快速是 而有行善离恶的力量 因为这些一定是有善 恶不能有办法 你有恶悶他没办法 所以他基本上 如果你有恶悶 那么他就障碍你修电 他没有办法修 那么像 你说像那个动物 他如果有冬眠 冬眠有类似像电的功用 他长起那个动物 但是他不是电 那如果人可以像他长起坐在那边 然后不吃不喝 然后他专注在一个东西里面 但是他不是定 但是他没办法成就 那人可以像北极熊 像半年还是怎么样 就在那个境界里面 那就是定了 那他有行善离恶的力量 就是你基本上会比较向善向善 那众生一向在散乱心中 那散乱只要是因为五欲 五欲攀缘 攀缘 颜耳鼻子的身 攀缘这个色身相畏处 那么再仔细讲 就是颜耳鼻子的身 攀缘色身相畏处法 那么众鬼在五欲色身相畏处 那所以他才散乱 他才散乱 那么对预境的抗拒 那其实这个就是戒 那么你能够不染着这个五欲 那其实不容易 因为我们就是预界的众生 那么这个有点像是 你是一只老虎 但是你对鱼肉可以抗拒 你是一只猙眼 对大片可以抗拒一样 你是一只猫对鱼可以抗拒一样 但是还是有的 真的我看过有一只老虎是吃素的 那个不简单 有一只猫是吃素的 不简单 那人要抗拒五欲 比猫抗拒鱼 老虎抗拒肉 还容易 那你看那个猫是天生爱鱼的 那老虎是天生吃肉的 但是他都能够很少很少 但是他都能够做得到 那人要抗拒五欲这件事 其实更容易一点点 因为低等的动物他越不能抗拒 因为他就是业力 他越难抗拒 但是有一些他 有可能是过去生修行的五欲 他虽然成为动物 但是他有那种力量 还是有发现 他一样有习惯性 但是人来讲 对欲净的抗拒能力还是有的 那首先是你的观念正确 你就是我们讲 就要先施有抉择力 你先知道我应该这样做 不应该这样做 我如果不这样做 我未来就会继续辱 我会继续受苦 我如果这样做 我有机会斩断辱会 我有机会比较不受苦 那么就引发你要离乎去干 就比较会这样 就是咽下心善 就是你会向善 向善 向善 向解脱 其实就是这样 你有那种趋向 有那种趋向 我未来要比现在好 所以对欲净的抗拒力 烦恼的制服力 那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如果没有抗拒五欲 你一定从五欲净起烦恼 一定起烦恼 那就随随一起起烦恼 但是你可以抗拒五欲了 你还是会起烦恼 但是你这个烦恼你要制服 我们常常讲 其实修行 修行就是对制烦恼 首先要控制烦恼 之后要制服烦恼 就是调和烦恼 然后就是断除烦恼 那么这前面的过程 一定要认识烦恼 就好像觉者 失者 你要先知道什么事能做 什么事不能做 这个佛法里面叫说 先要认识贼在哪里 什么是贼 然后再想办法抓贼 然后再想办法把贼绑起来 让他不能移动得太厉害 然后再把贼杀掉 那好像说要先知道蛇在哪里 然后让蛇跑进哪里 先控制 比如说你是在抓不到蛇 但是不要让蛇跑进卧室 因为也被咬死了 但是在外面咬不到你 但是他还是有过外的 所以先控制这个烦恼 烦恼就像贼 就像蛇一样 先控制他 让他在一定的范围里面 不会伤害到你 然后再调伏他 抓住这个贼 让他更安全 就是我们有烦恼 烦恼不是说断就断的 所以先要调伏 那么重点 调伏烦恼之后才能断除烦恼 你贼要先抓住 你才怎样 你才能够把贼杀掉 但是要抓贼 要杀贼之前 都要先认识贼在哪里 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难的 很多人认不清楚自己的烦恼在哪里 那你都看到别人有什么烦恼 有什么烦恼 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烦恼在哪里 那抓贼是抓自己的贼 不是抓别人的贼 别人家敬贼 给你家敬贼 别人家敬贼是偷他家的东西 你家敬贼是偷你家的东西 那我们看见别人家敬贼 我们就要想 我们家里没有房屋 他会不会进我们家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看到别人因为这件事起烦恼 也许是贪 也许是撑 也许是吃 也许是怨恨 不管 我们就要想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我身上 我会不会跟他一样起这种烦恼 那个就是说他家已经敬贼了 他因为这样起烦恼 比如说他背后被人家回报 他听到了之后非常的生气 好 那么从我们一个修行者的立场来看 我们就发现贼就是烦恼 贼就是偷功德的 你一起撑恨心吃飞的功德就没有了 你一起撑恨心这个定的功德就没有了 反正就像这样子 好 那么你看到这个人比如说 他背后被回报 他非常的生气 那你就知道 这个人家敬贼了 为什么 他当他生气的时候 他有两个东西一定没有了 一个就是慈悲心没有了 柔软心没有了 就是心的这种 比较好的慈悲跟柔软没有了 他会对怨恨回报他的人 他会讨厌怨恨毁谤这件事 好 那么这个是一个就是他起烦恼 他的慈悲心 柔软心没有了 第二个就是他的智慧没有了 他会顺着这样一直想 一直想一直想一直去 这个就是他不能冷静下来 他的智慧 他的智慧 无明火 所以叫做无明火 渐渐渐渐失去了 所以他一定会失去智慧跟慈悲这两件事 那你就发现到他家进贼了 好 那他家进贼 我们不是去抓他家的贼 因为抓不到 只有他自己抓得到 你要防护自己 就是我们在讲智慧就是 你要控制自己 那我家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 我会不会像他这样 就是说 这个贼今天是偷他家 改天会不会偷我家 改天我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形 那如果我遇到了 就是要进我的家 我有没有防护好 就好像你看天 这个蛇是从哪里进入的 从他的水管进入的 你就去看你家的水管 会不会进蛇 一样的道理 那么他是因为这样起烂 如果是我 我会不会这样起烂 会或者不会 为什么会 为什么不会 好 那个就是防护 那如果我会 那我要怎么制服他 我可能会起烂 我常常会这样想 我看到经验 如果发生在我身上 那我会怎么样 我可能没有办法 这样就事完 那不会 那我要怎么办 我们功夫没那么好 那怎么办 就是开始要练功 开始要怎么想 人家是怎么想的 那想一遍 想一遍功夫就会成就 没有 要常常想 要常常这样想 想久了慢慢功夫就会练成 所以我常常讲 要如以思维 要专心思维 要所有思维 要有力量的想 那陝西没什么力量 要很专注的去想 最好就是没有人的时候 自己坐在那边 专注的想 或是走路的时候 专注的想 厌作惊醒 这样就可以做坏 都可以 但是不要走太快 就是这样慢慢走慢慢想 或是坐着在那边好好想 没有打扰我的情况 他好想 我通常会起什么烦恼 我已经起了烦恼 可是我压不下 我为什么压不下 原因在哪里 我要用什么方法 那佛陀都用什么方法 或是这些祖师大德用什么方法 或是这些阿尔瓦都用什么方法 这些圣殿神他是怎么修的 我们为什么要读经 就是要明白 他们是怎么修的 我们要怎么学 其实是这样 到底在哪里 那这个其实很重要 我发现大部分的人 在观察别人的烦恼这一部分 很利根 在观察自己的烦恼这一部分 很顿根 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看不到自己的烦恼 天天 天天都在看别人的问题 都想要解决别人的问题 从来不知道自己的问题 那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那你的心是什么状态 你不清楚 那你常常去揣测 观察别人是怎么样的心 别人有怎么样的过失 那这样是很麻烦的 那常常都去教育别人 教训别人 那我有时候在想 我前几天 就是这两天我才在想 提伯达多到底是怎么做地理的 那么我们会发现到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提伯达多是怎么做地理的 我们知道他是怎么做地理的 我怎么做地理的 造地理的月是做地理的 第一的月是什么 五逆 五逆卷他造了三条 出火生血 恶心出火生血 破合合神 另外一个就是 撒阿罗汉 他把蓮花色比丘尼打死 他为什么打死蓮花色比丘尼 蓮花色比丘尼好心去劝他 你看他神通第一 他也没有想到会被踢破到他打死 但是这个是原因吗 在前面的原因 他为什么会照射三条罪呢 我这两天只是在想这个问题 我发现 因为我发现当中 一般人有这种问题 其实简单讲 如果事件的话 他要做老大 他喜欢做老大 我们发现很多人喜欢做老大 就是在所有团体里面 他要做领导者 他要做老大 他要管别人 他不要给别人管 他要教训别人 他不要被别人教训 他要别人听他的话 他不要听别人的话 嘿 这个问题来了 提伯达通就是这种性格 那么他本来 他是 释迦摩尼佛的坦定 也可以叫坦哥 不曉得他比较大 释迦摩尼比较大 但是他们两个是在伯仲之间 他是金万王的儿子 金万王是老大 提伯达通跟阿难 不曉得是甘霍王还是伯妄丸 因为他们有四个兄弟 金万王 白范丸 王 甘霍王 伯妄丸 那提伯达通跟阿难 到底是哪一个国王的儿子 很多种说法 但是我们不管 本来就是他表哥或表弟 坦哥 坦哥或坦定 好 那么提伯达多也很有力量 也很有智慧 就是一般世界的聪明 读的书也很多 也能力也散道 又恐怖有灵 所以他坦定全被搭置 并化射比丘 那他也有一群人跟着他的 那佛陀出家了之后 他也跟着 因为回乡神圈 很多人都跟着出家 他虽然跟着佛陀出家 他心里面这样想着 佛陀只是比我懂多一点点 也没有比我好到哪里去 为什么 你看 为什么大家都尊敬佛陀 不尊敬佛陀 其实这种心态 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忌妒 一生我全场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大家都赞誕他不贪当 为什么大家都购乱他不购乱我 这个时候比较出来 我们心里面就会有这种心态 那我们就会不满 那我们不会因为不满 因为那就是害那个人 但是这个不满加深 基本上是我们说过 提伯达都喜欢做老大 那么释迦摩尼佛不是做老大 释迦摩尼佛讲的 就是大家都以为 他是整个生团的老大 其实不是 就说我是生团的一部分 我只是生团的一部分而已 但是提伯达都不是这样 提伯达都去跟释迦摩尼佛讲 佛你年纪大人退休了 其实他你记得那差不多 他说我来做佛 我来领导生团 释迦摩尼佛说不是我领导生团 生团是以法来领导 以律来领导 不是我领导的 但是提伯达都不一样 他要做老大 他要做老大 他要讲人家 不让人家讲 不让梅瓦瑟讲 梅瓦瑟一讲他 你不这样 他很生气 你凭什么讲我 只有我讲人家 没有人家讲我 只有人家听我的 我不听人家的 老大 喜欢做老大 他要害释迦佛的心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释迦佛 他要跟释迦佛说 你退休了 让我来做佛 释迦佛 刚刚他领导生团 释迦佛说 舍利佛陆界人 这样优秀的 我都没有让他领导生团 因为之前他发生一件事 他喜欢人家震荡他 常常喜欢人家震荡他 公圍他 供养他 我们叫做明明立养 所以释迦佛曾经说 释迦佛说 害就害在哪里 害在明明立养子 其实他本来也是王子 他要有供养 其实很容易 因为他的一些亲戚都是国王 但是他不是要他亲戚的供养 他要世间人对他的恭敬跟供养 比如说阿者是王 品博说的王 因为品博说的王 都是跟韦迪西 波斯宁王跟茉莉 几乎所有的国王都是供养 都是尊敬供养 释迦佛女 以他为主 那么他心里面就有一些不满 因为他觉得我也不比他差 所以他要做老大 他变成要做老大 他要大家都恭敬他 那这个其实是很错的 就是说 我们不要要求别人的供养 跟你恭敬 因为这个是由他们 对于你 如果他恭敬 就是说我们不要求别人恭敬 我们也不追求别人供养 不是这样 就是他依于你的德性 他依于你 他自然而得的恭敬 那么这个才是重要的 释迦摩尼佛就是这样 他不要求别人恭敬他 但是别人都很恭敬他 他也不要求别人供养他 讚嘆他 但别人都供养讚嘆他 但提摩达多反过来 他要求别人要像供敬释迦摩尼佛一样供养他 供养释迦摩尼佛一样供养他 讚叹释迦摩尼佛一样讚叹他 他要做老大 那这个就是导致他后来有求不得苦 那因为求不得 就是我们不求别人 就是他去追求这个东西 他求不到 他就会想办法 后来就因为 从什么时候开始要害死 因为释迦佛不给他面子 当着很多人的面喝着他 他怎么说也是个王子 那除了释迦佛之外 没有人敢叫他 然后现在在很多人面前 不给他面子 他拉不下来 所以他就开始起承认心 起承认心连佛和阿里 他不知道因果吗 他知道 但是因为 是因为这个承认心起来 就会丧失智慧 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贼 他一定会丧失智慧 就是他的那种观照一定会丧失 所以称认心起来一定是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的层次才会起烦恼 没有智慧的情次 所以你起烦恼音乐一定是丧失智慧 一定丧失你的智慧 那如果承认心就丧失智慧 那贪心 就丧失那个布什的功德 这是你要能够看到这些 你如果没有能够看到这些 你的修行是不得意的 所以你一定要升认是 你不要去找其他人家的贼 你要去找你家的贼 贼会从哪一个门进入 那你的那个灶能在哪里 你要防护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这一点没有看清楚 不管你多用功 都是徒劳无功 真的 就是我看天眼多是这样子的 天天都在想 这个人怎样 那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哪个不对 那个人哪里不对 讲来讲去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影响到我啊 因为他这样让我起烦恼 现在把这个人去掉 从这个世界 假设我有能力 现在把这个人从这个世界去不掉 我有能力我把他变不见了 他不再存在这个世界 你就没有烦恼吗 不会 你会找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又怎样怎样 假设现在让你最烦恼的这个人 消除在这个世界里 那你没烦恼吗 不会 你一来就烦恼 没有了这个人还有那个人 没有了那个人还有那个人啊 你家的门没有弄紧 所有的贼都可以进来 这个贼不来了 这个贼抓去关了 其他的贼一定会来 为什么 你家的门窄都没有关闹 你的家的不够坚固 你的心没有慌慌 这个贼抓去关了 你家就不会再进街了 没有 还有另外一个贼 永远都有 永远都有 所以你如果一直把烦恼放在 就是说一直在观察 别的有什么烦恼 有什么烦恼 那个不是智慧 你那种观察不是智慧 你那种观察是烦恼 你真正的智慧的观察 再也观照 我有什么烦恼 我通常会起什么烦恼 我要从去反目这个烦恼 当然一开始不是都可以反目的很好 但是你有这个心就渐渐补 渐渐补 渐渐补 你就越来做得越好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欲禁的抗拒力 烦恼的制服力 这个很重要 然后善事的禁修力 都非常的薄弱 这个其实就是你的善乱性 你一旦心没有专注 那么修行 你看修行 导师这里举的就是主要三个 但这个跟你的善乱性的关系 就是第一个 欲禁的抗拒力 那么你没有办法抗拒烦恼 你看拒不了 第二个 第二个 你就是会随着烦恼去 那么你没有完全随着烦恼去 烦恼来的时候 你也制服不了 你控制不了他 那么你要往 这个是从恶的方面来讲 诸恶莫作的方面来讲 那从善的方面来讲 你也没有力量 不管你要断恶修善 因为你的心没有力量 你都做不起来 那你的心要怎样才有力量 刺心一处 就是你要收射身心 你才有力量 要专注 我们讲就是要努力 你先要有智慧的思维 正见 努力思维 然后要专注 专精思维 然后相续 相续才有力量 不相续就没有力量 就是要持续 持续的这样专注 正确 就是正 正思者 持续的正确的专注 那么你就会有力量 有力量之后 你要断恶 要修善 诸恶莫作 重商负行 致敬其力 你都会得力 其实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 你散乱心 你就会很保肉 总觉得有心无力 那勉强修 都会心力交瘁 就是这样 持续不了多久 就好像溺水行舟那样的艰难 身体也是这样 心力也是这样 所以身体健康的 有时也烦恼不堪的感觉 如酒病一样 身心都自重痴缓 暖络不利 如果修止而能助正定 依止 依助心而发生堪忍性 就是从生清安而生 从心清安而生 心清静 这个时候 你就能够怎么样 正经进去了 过去无能不堪的情形 没有能力 没办法 这样的情形 身心都在这种 比较弱的情形 全部都什么 改观 就是改过来 你就会越来 你对修行的活法 就越来越有力量 越来越有希望 所以修行的那样 一定是这样 越来越积极 越来越乐观 越来越光明 越来越有希望 一定是这样 它一定会让你越来越有信心 但我们有时候不是 就是你没有找对方法 越修越没信心 越修越没希望 越修越消极 越修越不耐烦 越修越无力 就变成这样 那我告诉你们肯定修错 你肯定修错 要不是观念错 就是方法错 一定是这样 所以 依止这样的堪忍性 就能够勇于进修 做成所要做的事业 成所做事 什么是要做的事 他说 声文人 依定才能得献法乐柱 这个是石油定的四种功德 一个是献法乐柱 一个是殊胜之见 殊胜之见其实就是得通 天眼、天偶 这些 但是主要是天眼之见 得夫别慧 得肉境解脱 这是声文的 大胜的定 走成就的跟声文不太一样 他说 一定能够引发 身心清安 其实就先把乐柱 引发神功 即使得殊胜之见一样 能深入胜利 得婚别慧 能做劳育众生的种种事业 这个是 劳育众生的种种事业 跟声文不太一样 总之 博法的殊胜功德 都是离不了定的 所以应该专心休息 产业 好 因为时间到了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大胜的修订功德 还有一些 我们下次再来讲 大家合掌一下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切 我等御语众生 我等御语众生 皆共全佛道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